不做就不会死啊兄弟们 今天挑战这个就有材了 只用车上的武器 不过车上的武器各不相同 像这个就比较正常 有种大波罗的感觉 然而却不够生嘛 毕竟人家都是火箭弹大炮啥的 这个就厉害多了 要是能冒来火就更好了 首先我要注意尽量偷袭 最好别被人发现 不然我开枪的时候动不了 就成了靶子 有枪声 我猜楼顶那个飞机里有人 快到碗里来吧你 拿来吧你 我去啊 一个人头都不给我 走了 啊 送翻宝宝 哎呀 砍住了 让你知道什么叫烟熏火燎 nice 这车冒压的 不知道这个武器厉害不 哇 看着不赖 我还是喜欢加特莲 不对 有人 真有 要跑也得轰上一炮 终于又找到加特莲了 去投奔一号 我俩配合必定如虎天意 算了 我觉得三号可能更合适一点 双剑合必 所向无敌 上局没发挥好 重来一次 这次就厉害了 全是人呀 趁他们还没站稳 赶紧先几个烂 哎呀 可惜 问题不大 前面还有 请你吃顿大烧烤 嘿嘿嘿嘿 哎 本来想用魔法伤害 不曾想变成了物理伤害 没事 躺下也能烤 前面还有一个 这次坚决不能放过他 哈哈 我烧屁股了 还走 哈哈 着了 这怕是本年度最惨死法了 这怕是搞破坏来的呀 敌人毫无游戏体验 再吃我一炮 拿命来 拿命来 哎 再拿命来 谁打我呢 我的喵 有你什么事啊 照你惹你了 最后一次了 兄弟们 不成功 变成人了 这次我要拿出绝活了 看到这坡了吧 给俺上去 这就厉害了 就堵别人注意不到我 哎 有点歪呢 这地方太强了 兄弟们 所谓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谁能想到我明目张胆的 站在这 还有贼 我不玩了 打死我吧 弹球一死 别折磨我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